以往总是以演员身份与粉丝见面的贾静文 此事日以人气创销作家出席新书《假如幸福慢点来》签书会 贾静文表示 因为有丈夫修姐凯和儿女才能有《假如幸福慢点来》这本书 因为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就想要给自己一个礼物 然后透过文字也记录一些自己想要的心情 还有就是分享一些大家喜爱的一些照片 对贾静文而言 家庭是夫妻和儿女共同创造出来的乐园 问及如何维持夫妻感情 贾静文说 在进入这个门槛之前 不是坟墓 我觉得进入门槛之前 你真的要自己回头看看身边那位 要跟你走长久的另外一半 是不是适合你的 我觉得一开始的入门票很重要 你拿到的那个门票要进到这个门之前 请你们也还是要想清楚 所以对我来讲 当我进去了 当我知道我也愿意拿着这个门票 踏进这个门之后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乐园 台湾信报记者洪敬安采访报导 好不好 全力支持你们说假作家好不好 好来 一二三 全力支持 假作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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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